新北市土城区有一名骑士 骑车经过捷运万大县工地时 突然被大量的泥水泼到 结果他整个人跟机车上 全部都是泥水的痕迹 让他吓得在脸书社团发文 提醒用路人经过这个地方 要特别小心 市府相关单位也做了回应 表示将会对厂商开罚 并要求加强防护措施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下雨天马路上机车一辆辆慢慢同行 突然间道路上方 竟洒下大片白色泥水 机车骑士就这样残遭波及 整个人整辆车全都布满灰白色污漬 突然被工地泥水泼全身 让他直呼好倒霉 当傻真的吓傻了 泥水伴随巨响 从天而降 根本来不及反应 泼了一身 事情就发生在新北土城 23号下午三点半 徐先生刚下班 骑车经过京城路三段附近 路旁正在进行捷运万大现施工 不明原因大片泥水 竟从施工区喷出 虽然没有造成车祸意外 不过附近民众听闻也吓了一大跳 回到工地现场其实都有防护网 怀疑可能是因为作业疏失 造成泥水渐出波及民众 在我们期限里面我们会进行这个办法 问题本来就是属于防护措施 那这个部分呢我会请厂商再加强 捷运工程局表示将一契约规定开罚 并要求厂商加强防护作业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记得潘古玉讲目语新北报道